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禁闻 大陆盲人律师陈光诚上周逃离软禁 躲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目前他的处境是全球舆论和大陆网友关注的焦点 最新迹象显示 陈光诚周三5月2号下午坐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的汽车 离开使馆前往医院 并不是自愿的 而是受到了来自中共官员的威胁 据美联社独家报道说 陈光诚在医院病房通过电话用发抖的声音对美联社记者说 美国官员转告他来自中方的威胁 报道引述陈光诚的话说 一名美国官员告诉他 中共当局威胁 如果他不离开美国使馆就要打死他妻子 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星期三晚上也在推特上说 他问光诚 有消息说你受到了威胁 陈说对 非常对 今天下午在朝阳医院 外交部的人威胁说 如果你不离开美国使馆 袁伟静和孩子就要送回山东 陈光诚说 送袁伟静来的山东官员就在附近 还没回去 美联社报道 陈光诚说他现在担心自己的安全 想要离开中国 陈光诚在接受美国C4 News的采访时也说 他去医院不是因为病情紧急 而是因为协议 报道引述陈光诚的话说 中共当局在挥舞大棒把他家变成了监狱 安了七个摄像头和电子山栏 陈光诚希望通过报道对全世界说 他最大的愿望是和家人离开中国休息一阵子 他七年都没有过过周末了 据关注陈光诚的大陆网友在推特上发出消息 陈光诚一走下美国驻华大使的汽车就处于中共国保的控制之中 前往医院看望陈光诚的朋友和外国记者都被身穿白大化的国保警察挡住 目前美方人员已经离开 陈光诚一家等于被软禁在北京朝阳医院的酒楼与外界隔绝 深夜前往探望的网友说 进不了医院 外面看管很严 对于陈光诚事件演变成目前的局面 各方也议论纷纷 很多大陆网友对美国轻信一贯耍流氓的中共的承诺表示痛心和失望 也对陈光诚的前途深感担忧 《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说 看似美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一场可能的胜利 却迅速恶化成最坏的情况 不过 时政评论专家张天亮却认为 从朝阳医院如临大敌的警力部署来看 这是周永康在疯狂反扑 他说 从目前的迹象分析来看 胡温已经承诺保证陈光诚的安全 并要调查软禁他的违法行为 而周永康清楚意识到此事对他的打击 认为把陈光诚赶出中国是对他最有利的 至于陈光诚的前途 张天亮说 美国国务院刚刚发表了声明 断然不会坐视不管 而且除非奥巴马不想连任 否则他一定要全力保障陈光诚的安全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稍事休息 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禁闻